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,年薪了120万美元,记者也从俱乐部了解到,对马库斯邓盟的报价,是买断加上签约税前,在350万美元左右,就在8月1日下午,俱乐部正式宣布了邓盟加入球队,对于新天下的外援,这将对总经理王军告诉记者,马库斯邓盟已经有了一定的在海外打球的经验,一来中国打过球,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球员。 如果他加入球队,将会打二号位,和吴贤在联赛中形成配合。 至于德维的维德方面,因为维德本人并未给出明确的态度,因此出于对球队负责的态度,这将对也在外援上做好了准备。 显然,这将对依然给维德的加盟有余地,因为按照规定,在常规裁之前,依然允许球队更换外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